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這次藍絲和小粉紅就認真大件事 因為澳洲移民當局宣布了 從今天開始 凡是要申請澳洲各項簽證 或者申請入籍澳洲的時候 就必須要簽署一份更新版的 澳洲價值觀聲明 這份聲明所著重的 就是自由、尊重、平等和法治等等的價值觀 若然有違反的時候 可以構成虛假陳述 嚴重者可以取消簽證 簡直可以扔他扯回原居地 所以對於藍絲和小粉紅來說 絕對是一個惡夢和壞消息 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澳洲的處理移民部長陶智介紹 說這次這份澳洲價值觀聲明的改動 就是自從2007年推出以來最大一次的改動 希望更好地反映澳洲對於 固有價值觀的重要性 他說 這些共同價值觀是團結了全體的澳洲人 支撐著澳洲的自由和繁榮 而這些自由和繁榮 是令澳洲可以吸引數以百萬計的移民來探訪 工作和定居的主要原因 而根據這份澳洲價值觀聲明 申請人就必須要表明 已經明白這些澳洲價值觀 並且在身處澳洲的時候 要按照這些價值觀來行事 裏面列舉了一大堆這些東西 若然他們不認同這些價值觀 就要被人趕扯 包括了什麼價值觀 就是要尊重個人自由和尊嚴 自由很重要 要尊重宗教自由 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 要忠於法治 所有人都必須要受到法律的規管 和要遵守法律 必須要擁護議會民主制 因為法律是由民選議員制定的 而法律是至高無上 另外還要擁護平等的機會 不分性別 性傾向 年齡 殘疾 種族 國籍 或者民族 而且他們必須要認同公正的定義 互相尊重 寬容 對有需要的人懷有同情心 以及每個人的機會均等 最後一件事 就是必須要擁護國家語言在英語 這是團結澳洲社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這位陶磁處理部長就說 從今天開始 無論是臨時簽證 或是永久居留簽證的申請人 都必須要簽署一份內容相同的澳洲價值觀聲明 以證實他們是明白 並且會在 言行舉止上 符合澳洲的價值觀和法律 實際這次的更新 明顯地是針對來自中國的小粉紅和香港的藍絲 加恩這班人 很多人在移民後 無厘頭做了離岸愛國分子 無論去到澳洲也好 美國也好 英國也好 加拿大也好 妹妹就是 扯起五星紅旗 然後 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 口頭裡哭著那些愛國口號 不是愛他原本入籍的國家 而是愛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是非常怪異的行為 若然真是這麼愛國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是在地愛國 而是離岸愛國 這個解釋不了 也是違背了別人的國家的價值觀 所以澳洲這次搞這個更新的澳洲價值觀聲明 明顯地就是想杜絕這些離岸愛國分子 你要愛國不要緊 你就愛澳洲 如果你不是愛澳洲愛其他國家 就反回原居地愛飽 所以 絕對是有針對性的 另外澳洲更新的澳洲價值觀聲明 亦等同於多了一道板斧來執法 因為之前 就好像沒有網管 總之是人 宣誓當食生菜 現在既然有了這份 法律文件的時候 當那些人申請入籍申請簽證的時候 他就簽了 若然他的言行舉止是違反這份法律文件的話 這樣執法當局就起碼有法可依 就不需要在這裡爭吵 因為這份是具有法律地位的文件 不是簽了就當食生菜是不行的 如果是違反這份聲明的內容 當然當地律師就說 有機會觸犯這個虛假陳述罪 最嚴重的就是被註銷的簽證 實際我認為澳洲今次的改動 絕對就是對於澳洲本國人民負責任的行為 若然不是 好像沒有染雞籠 隨便說去就去 對於本國的居民也沒有保障 而且澳洲作為一個主權國家 他絕對是有這樣的權力 制定屬於本國的移民政策 其他國家是無權出聲 無權干涉澳洲的內政 當然現在澳洲當局都可以說是先小人後君子 將一份更新版的澳洲價值觀聲明放在台面上 若然你是有半分不認同 那你都很應該重新考慮 究竟是否應該移民去澳洲 或移去一些一帶一路的第三方亞非拉國家 甚至乎不移民 留在本國原居地那處 那就不需要離岸愛國 不要那麼辛苦 移民去到外國又在這裡 納喊自己如何愛中國 這些 騎咧拐的行為 好了 澳洲現在這一份更新版的澳洲價值觀聲明 其實多多少少也反映得到 整個西方社會 在背後其實是有連動的 比如說美國這樣 他們在較早之前就已經重新一件事 就是說 凡你曾經加入共產黨的背景 就不能夠入籍美國 其實這一條一直都存在 只不過之前就是非常寬鬆地執行 現在就是嚴格地來執行 好了 再配合英國 英國人家就開始提倡一個新的叛國法 凡是宣誓效忠外國的話 是屬於違法的 當然這個最影響是什麼 就是那些持有英國BC護照 或者是BNO護照的公務員 尤其是紀律部隊當中那3萬5千個警察 因為遲些公務員就要宣誓 要效忠基本法 如何如何 其實就是 跟這個新版本的叛國法是有抵觸的 到時候他們就要無奈地作出一個抉擇 要麼就保留著護照 要麼就繼續留在香港 你宣誓效忠基本法也好 效忠誰都不管你 反正你不是效忠這個大不裂瘋 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不是效忠英女王的時候 就抵觸了叛國法 到時候沒事的 最多那本護照涼過水 雖然澳洲政府這個 處理移民部長 陶智 在兩個星期之前 他曾經說過一件事 澳洲暫時沒有任何計劃 禁止中國共產黨的 成員 獲得澳洲永久居留 簽證 或者是公民身份 當時在網上 就好像一片嘩然 說澳洲變成了冒煙雞龍 澳洲又如何如何 實情是不需要擔心任何事 為什麼呢 雖然說不禁止 但是現在更新了這個澳洲價值觀聲明 那個威力更加強大了 因為這份聲明 所針對的對象就是全體 申請澳洲簽證的人 不再局限於中國共產黨的成員 所以在實際操作上 所覆蓋的範圍 是更加之闊了 而且澳洲當局 也是把 這個澳洲價值觀的問題 加進入籍考試當中 人家說出的原因是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發現越來越多澳洲的新移民 是來自和澳洲價值觀不相同的國家 澳洲政府希望 重新強調澳洲的價值觀 以及其重要性 我就相信 在過去這一兩年以來 澳洲在經歷了 這個中澳關係的轉變之後 他們的警覺性 是更加加強了 故此他們就想盡辦法來 去倒截那些 跟澳洲價值觀不相符的新移民 我想之前一直以來 他們都有察覺到這個問題 不過 他們就沒有理解到 嚴重性 究竟是去到哪 現在就要正視這個問題 所以那些網民就不需要說過份擔心 澳洲 為什麼他們 好像說 說到沒有限制 這樣那樣 實際上來都說 因為他把這個限制 就是 實踐在所有的新移民身上 當美國 英國 和澳洲都開始對於 這一班 不同價值觀的人士 相繼落閘的時候 我想加拿大和紐西蘭 亦都是不願意的 所以那些藍絲 不需要 得意 這個世界 所謂 一物字一物 糯米字幕室 移民到外國 不要緊 既然吹捧到大灣區 好像人間天堂 移民到大灣區 這一節說到這裡 先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